小主 嗯 东西都送去了吗 都送到了 那就好 那些可都是山东巡抚特地进攻的东阿阿娇 大约真夫人也看得上 好了 你先下去吧 是 阿灵戎时刻惦记着菊青是甄嬛派来的眼线 在她面前从来不敢说甄嬛的坏话 我把你支走了我再说 凭她是谁 宫里赏的自然是好的 记得我第一次入真府的时候 看什么东西都是好的 什么东西都是我没见过的 如今 也终于由我赏他们些好东西的时候了 彼时阿灵戎入选后借助带真府 真家上下自然不敢搏带她 且通过先前的一些志愿片语可知 真皇和阿灵戎连首饰都是互相换着带的 可见阿灵戎在真府享受着不错的待遇 这本算是一场恩情 可到了阿灵戎眼里就变了味道 她习惯将自己放在被霸凌的位置 只要她的身份低音一等 她就会认为别人对她的善意都是施舍和嘲笑 当她身份升高后 就会反过来用自己的理解去歧视别人 以达到其自我满足的目的 在她心里没有人与人之间的平等 只有阶级所产生的差异 她这一性格特点的产生 和她可怕的原生家庭环境 有着无法忽视的关系 这点小事真皇和真母都不会放在眼里 只有阿灵戎自己在这儿精神内耗 也不知我的父母什么时候能入宫来看我 总会有这么一日的 小主安心 或许等小主有孕 夫人也可以来啊 可是现在皇后娘娘还不许我怀孩子 娘娘迟早肯的 与其等孩子 还不如等我的恩宠可以晚平比肩时 我母亲就可以来宫里风风光光看我了 首先你的恩宠很难和正环比肩 其次皇上也不会为了你破例 这么看还是远离皇后 自己想办法怀个孩子更靠谱一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